最近日本电视台举办 世界动漫歌曲大选 原本只是单纯调查外国人喜欢什么动漫歌 结果真的有太多能吐槽的地方 不只牵涉到政治 日本网友还纷纷留言 外国人才真正懂动漫 最终拜托电视台放过动漫歌 不要再做票选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这部影片就来看看 你喜欢的动漫歌曲有没有上榜 并且来吐槽好好一个节目 是怎么惹怒动漫迷 嗨大家好 欢迎来到四号仓库 首先朝日电视台 是在日本将近有70多年的传统媒体 播放过非常多不同类型受欢迎的节目 在动漫中最具代表性的 就是经典的贵人高手还有哆啦哀梦 还有小时候我最喜欢看的美少女战士 当然这个历史悠久的电视台 在制作节目上应该算是蛮有经验 结果却做出让网友满头问号 评价为超没意义的票选 今天要说的大选系列的节目 是在访问外国人 并且选出世界上最受欢迎的动漫歌曲 并且做成排行 投票的方式大多是在街上访问外国人 除此之外还会在节目上 邀请一人猜哪些是外国人的最爱 说实话看起来确实是蛮有趣的 能从外国人的角度看日本当地的文化 不过今天影片的主题 世界上最受欢迎的动漫歌曲 真的有太多可以吐槽的地方 除了是问路上的外国人 完全就局限特定国家的游客 就少了那么一点可信度 另外国外和日本的榜单一起公开 网友纷纷觉得自己家的日本榜单超烂 直接一面倒被虚报 被称为最美攻心力 与毫无依依的票选 至于海外和日本 动漫歌的票选到底发生什么事 等等会再详细聊聊 首先来快速看一下 海外票选十大动漫歌曲中 大家自己喜欢的有没有在榜上 顺便也可以看看这些排行 到底有没有参考价值 第十名是去年孔道苏生 兽数回战第二季OP 苍蓝索欺 第九名是不得不称为神作 新版钢之链金术师的片头曲 Again 第八名 航海王第一季经典的OP VR 第七名同样又是兽数回战第二季 在股市变篇的片头曲 Specialite 第六名火影忍者急风转 第三首片头曲 青鸟 第五名超洗脑练剧人的片头曲 米金全时演唱的Kickback 第四名东京参种DGOP Unravel 第三名波罗5号主题曲 是不是很好奇这首上榜的理由 等等会再跟大家解释 第二名应该不用多说 我推的孩子神曲 Idle 第一名日本超经典动漫 新世纪福音战士的主题曲 残酷天使的行动纲领 相信大家觉得这个外国人榜单和自己的有些不同 但应该还不至于算到太差吧 当这个节目同时公开外国人和日本的动漫歌排行 在推特上就产生各种热烈的讨论 首先来说为什么日本网友都觉得 外国人的动漫歌品味比日本人好太多 甚至觉得日本都是老歌 干脆收一收不要做 榜单不止没有意义 连参考价值都没有 而这最大的原因就是 就动画歌曲霸榜 在访问时可能不是针对 年轻有在看动漫的族群 反而有些是已经没在追动漫的观众 只因为对小时候的歌有印象 就投那几首 造成好几十年前有年代的动漫歌 从过去到现在一直都在榜上 狠狠地把现在观众喜欢的新动漫歌曲 挤到排行榜之外 当然我不是说怀旧不好 或是旧动画就不该在榜上 这位日本网友给出比较适合的答案 认为这张新的歌手与动漫歌没有机会被认识 感觉就像站着毛坑不拉 这不只造成一些动漫迷的反弹 更让日本人觉得排行一点意义都没有 当然可能是节目组 方滩时为了求公正 不论男女老幼全部都访问 这招就年龄层太广 让排行的前十名 都是比较有年代的经典歌曲 对于年轻观众不免觉得 诶这是什么老歌 连近几年破圈的咒术回战 还有葬送的福利连 这两部的影子全部都没看见 也不难理解为什么电视台会被狂酸过气 别再做排行的原因 确实大家仔细看 这两个动漫歌的排行 简直就像平行的异世界 而这就必须提到 最近异世界转生书展的优惠活动 只要是异世界类型的漫画与轻小说 在波沃可 通通都有七九十二起的优惠 例如四月现正开播的 五指转生 以及转生史莱姆 跟我一样等不及动画更新的观众 那就来追超精彩的原作作品 这次优惠 你想得到的异世界作品 大部分都有 不论是你想要在异世界 成为勇者 谈恋爱 还是色色都可以 这些作品更可以先领券 享受满三九九 折三十元的优惠 最重要的 又到我买到剁手的活动时间 全管漫画与电子书 通通七九折起 点数更是二十倍的送 当然老样子 零四号仓库专属优惠券 满四九九 立刻折五十元 详细活动可以点击下方资讯栏的连结 接着我们来看外国人票选十大动漫歌 为什么反而被日本动漫迷肯定 甚至是日本网友自嘲 外国人的品味完胜日本人 首先榜单上有各种近几年 破圈超人气的作品 不论是我推的孩子 或是咒术回战 更别提还有过去 Jump三本著的火影忍者 航海王 就算我们在街上 随便找一个不懂日文的路人 可能都能哼出这些主题曲 反过来看日本的排行 有一半都是过去经典的动漫歌 尽管有我超爱 Lisa唱的两首鬼灭主题曲 但是我还是觉得 海外在年代 以及动漫广度上 完胜日本 或许大家觉得 这几首歌你觉得还好 不过在节目中还是有列出 第十一名到第二十名 是不是总有一首 是你听过觉得还不错的 当然日本的网友 也不是一面倒支持海外的票选结果 这里就来提 世界排行被各种吐槽的部分 首先就是网友质疑 访问外国人的基数不够 并且国家分布也不平均 甚至是奇怪的第三名 竟然能上榜 简直像在做票 排在第三名的波罗五号能上榜 原因就是这部动漫 在菲律宾不论男女老幼 有高达九成的人口都看过 这与当地政治推翻独裁的历史 有那么一点点的关联 所以波罗五号的主题曲 对菲律宾几乎可以说是像军歌一样的存在 当然我这里是简略 事实上有很长的原因 而访问中亚洲人的人数 在总计1700个外国人当中 亚洲人就占了1049 就被日本网友笑说 是不是外国人全部都来自菲律宾 后来我一看分数 在波罗五号的票数中 将近有九成都是菲律宾人头的 因为加权比重的关系 就直接冲上了第三名 虽然我对这部动漫不了解 更没有听过这部动漫歌 但好像能理解 为什么日本网友对这个名次 有非常多的质疑 最后这个节目 虽然只是想要做个有趣的排行 但是称为世界动漫歌曲总选举 能吐槽的地方真的太多 对路上的1700个外国人做采访 就能代表全世界吗 我想应该改成 日本街上外国人的动漫歌选举之类的 好像会比较适合 节目组各种踩动漫迷的雷点 不是访问看动漫的人 外国人口的人数不平均 就引发这次不小的争议事件 让我匪夷所思的就是 官方发出的贴文还有排行 都有一些还不错的浏览量 不过网友转发加吐槽 这个观看次数 远远超出官方推特 算是一个让我蛮好奇 怎么会这样的奇怪现象 或许是这句话 表达了大部分观众的心声 不论是国内外排名 这次投票都让日本动漫迷傻眼 大家对这次排行有什么感想 跟你心目中一不一样 或是觉得哪一手该上榜 却没上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 那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哦